你好,我是Alison 欢迎来到今天的瑜伽约会时间 我们一起来到瑜伽电商 很好,我们今天无论你现在这一天的什么时间 来到我的课堂里 我都邀请你先从第一个提示就进入到下犬式 你可以找到你自己身体可以进入到下犬式的一个串联一个状态 我最后在这个形体提示 下犬式的这个提示这里和你相遇 你可以花一些时间慢慢的将身体来到这里 你可以注意一下 去注意一下身体的一些紧绷 或是找到身体的力量感都可以 你可以双脚在原地踩太下 去感受到双腿 腿部肌肉的拉伸 非常的好啊 我们也注意到双手十指张开 你的虎口 你的手掌掌心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护到你的双手肘 你的关节 手肘可以微微的弯曲 放松你的头部 你能在原地非常舒服的简易的踩踏 这样是在遛遛你的小狗 那我们在下犬式你的头部是放松的状态 我邀请你可以穿过你的左手的嘎指窝 去看一看你身边的环境 看看左侧的天花板 放松的方式来看一看右侧 你就这样在原地 进入到自己的表达 去感觉像现在身体的所需 也可以是保持在静止 你不需要做到一个完美的下犬式 我们在这里只是先将身体 带到瑜伽中来 也在瑜伽之中去体会 去观察一下你此刻的所在 你的身体是不是有某些 感觉到有所住的地方 或是更加的轻松 更加的灵活 都交由你自己来体会 如果你在这其中 感觉到非常疲惫 可能是今天身体啊 身体的状态 精神状态 你都可以放心的 双膝跪地 来到婴儿室 进行五次呼吸 都可以 这只是你身体的所需 你可以在下犬式 也可以在婴儿室 你进入到今天的联系 不是说你一定要跟着视频里的我 去做到某一种形式形状 更为重要的是 你花时间去观察到自己的所需 以及你非常勇敢的 而且很自信的去接纳自己的所需 这是瑜伽带给我们 非常强大的力量 这也真是你真正瑜伽的联系 是对于自我的关照 自我的照顾 在原地 无论你是处于动态的 还是静止 我都鼓励你在原地进行五次深呼吸 按照你自己的节奏即可 彻底放松你的头部 你脖颈 注意双手臂的支撑 再加油一下 支撑住 感觉到背部的打开 双腿也在渐渐打开 最后两次深呼吸 最后一切 非常好 无论你在哪里 我们现在都双膝归低 来到桌面室 我们可以顺势来将腿部 先做回到你的双脚跟上 在这里试着有意识的去用你的脚背贴住地面 应该有一个很舒服的拉伸感 我们在这里可以放松一下 双手腕 它可能刚才给了你非常好的在下犬式的支撑 你可以随便上下左右的去旋转一下自己的手腕 感谢它可以轻轻的按摩一下 感谢我们的手臂 感谢我们这灵活的手指 很好 在你准备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入到桌面室 那在这里简易的做五次 猫牛时呼吸 吸气 我们的腹部向下 更多拒绝直到臀部向上抬 呼气的时候将整个背部 空气来到最高顶点 再一次吸气 呼气 可以放慢一些 再一次吸气 这一切 可以保持在这里 你的体式不变 但是进行两次自然的呼吸 去更多感觉到身体它稀微的延长和放松 非常好 有意识的吸气 下一次呼气 下一次呼气的时候 我们将身体攻起 你的毛室 我们在这里 同样的保持住这个形体 在这里自然的进行两次呼吸 呼气 我们注意到在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再一次进入东方 神强犷楼室 重然后室 呼吸 最后一次 呼气 最后一次 呼气 身体支撑起来 可以调整一下 我们来到 Plank 非常舒服 顺势 叫腿部向后 我们又来到了虾犬式 这已经不是今天的第一个虾犬式了 你在这里试试看 去找到身体 有没有更多的打开的感觉 在这里观察一下 慢慢的将双腿 可以一步一步的踩踏 来到瑜伽殿的前方 来到你的双手的后方结构 刚好在这里我们进入到站姿前驱 我们今天可能更多 会带着大家进入到一种前倾的状态 我的头部 我的上半身 都更轻易的去寻找到下半身的腿部 你注意你的双手可以还抱住手肘 彻底的放松 肩部 颈部 还有头部 你在这里可以放松的 用动一下你的脸部 你的嘴巴可以做一些鬼脸 放松到整个面部的表情 你始终在原地去感觉到重力对你的加持 你可以更加自然的加深呼吸 你的每一次呼吸 都感觉到腹部和腿部更加的结合 你不要去关注我的腿有没有伸直 我做的是不是一个完美的站姿前驱 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身体此刻的感受 你的屈曲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的臀部 你的裹身肌大腿后部 你的小腿 它们都有什么样的感觉 它们有拉伸 有一定的挑战 但是也不会过度 这便是最好的瑜伽 感觉到更多的放松 臉部的放松 很舒服 感觉到血液 都来到头部 慢慢地 在这里解开双手臂 非常缓慢地将少半身抬起 你可以先进入到一个七的形状 将你的少半身抬平 接着慢慢起身 你的背部放松地去拱起 一直到最后 是你的头部抬起 我们来到Tadasana 我邀请你立刻就将一时来到你的双脚底 去找到身体支撑的感受 你的双腿可以分开与肩同宽 进入到平衡的状态 双手既然地垂落在身体两侧 非常好 这一次 我们将双手来到身体的后方 吸气 将上半身上后倾斜 呼气 向下俯升 接着到更加深度 也会令人感到更加放松的一个前驱 让你的双手自然地向前牵引 向前向下 可以感觉到双脚的抓力 它的支撑点 你可以看看双腿 看看你自己的皮肤 无论是什么样的 你都好好接收它 我可以看到自己腿上 有过从小到大的一些伤痕 伤疤 它有一些 留下的 蚊虫叮咬的印记 也有一些 也有质 也有黑质 也有色素的沉淀 这一切都很好 你皮肤 是非常强大的保障 对它 充满感激 非常舒服 你在原地解开你的双手 将它 落在双脚的两侧 在吸气的时候 将身体向上延展 向上抬起 进入到这个七 数字 七的形状 你注意在全程 都没有凹陷的背部 背部始终是保持着 一个直立的状态 这个在我们以前的初学课程当中 强调过非常多次 很好 吸气 再一次呼气的时候 身体向下抚 吸气 将身体抬起 抬平 接着慢慢 进入到 站姿 绅士 打开你的肩膀 向下垂 你也可能在原地 感觉到血液快速流转 快速循环 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 暈暈的感受 都没有关系 你在原地 站好 可以闭上双眼 也可以 找到一个可以关注到的点 有意识的 有意识的 站着 你会更多注意到自己的根基 注意到你的平衡 非常好 这一次 将双手举过头顶 吸气 呼气的时候 向下扶 再一次扶身 你 你有时候瑜伽 不需要做很多滑梢的 流动起来的 你只是站在原地 就可以让身体得到非常舒服 非常深度的 扩张和觉察 非常好 将你的头部再一次放松 无论 你在生活中经历了什么 你都 记得这种感受 这种 它好是彻底的臣服 但是 你又没有放弃 你可以在臣服 在放松 有一点点像是投降的过程当中 也寻找到力量 那是 你对生活接纳的力量 是吗 因为你可以发现 注意到 你的臀部 它其实 很好的 在参与着帮助你平衡 这正是 你最根基的力量来的 同时 也注意到你的双脚 下手呼吸 好 我们在这里 将身体抬平的同时 你的双手掌落在一家垫上 我们再像好像刚刚进入到这里面 然后退回到 将双腿 微波测回 再一次回到下全室 非常好 你在这里 可以呼气的时候 将双膝跪地 我们将膝盖 瑜伽电筒宽 进入到延展的婴儿室 非常好 舌头 落在地面上 在这里调整一下你的身体 就给你一点时间 在这比较放松的体式 去关注到身体的感受 在这边 你在每次呼吸 都更多的将身体 交给你 交给你的一家垫 请记住 在此刻 你没有任何要去的地方 要追赶的事情 这是完完全全 你自己的时间 我衷心的希望 你可以全心全意地去享受 去享受 你家 带给你的感受 我去注意一下 让双脚和大拇指 都贴在一起 去关注到 身体和地面的接触点 全能地放松 在你准备好的时候 可以慢慢地 将身体 抬起 将双腿 冰冷 我们 来到金刚座 你的双手 可以落在大腿上 轻轻地闭上眼睛 在这里做你今天 最深的一次深呼吸 非常好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也建议你在原地 可以再做几次很舒服的深呼吸 你可以呼出声音来 或者我们在原地 伸一个大大的烂腰 不需要太严肃 我们在这里就是 给身体更多的伸展 对吧 你可以左右晃动 扭动一下 感觉到整个身体都更加的轻松 我们通过非常简易的几个提示 其实就可以将全身都打开 或许也打开了一点你的心灵了 我们有更多容纳的空间和能力 如果你喜欢我的瑜伽课程 欢迎支持小铺 新awake即见生活 这是我们今天的瑜伽课程 我是Alison 谢谢你选择和我一起练习瑜伽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咯 拜拜